爐竹 爐竹 青春專案開跑 爐竹警分局特別與桃園市家長會長協會爐竹分會 及桃園市爐竹區公所共同舉辦爐竹杯羽球賽 吸引超過400位青少年參賽 警方希望藉由活動呼籲同學們拒絕毒品 注意打工詐騙 網路安全 也要避免不當場所 那我們爐竹分局在青春專案期間 特地舉辦了爐竹杯羽球賽 讓暑期的青少年能夠從事正當的休閒活動 能夠拒絕毒品 注意暑期打工的詐騙 本次活動參加的學生既有400多名 甚至媲美全中運等級的賽事 也希望同學在比賽之中能夠強健體魄 培養競賽堅持不懈的精神 那面對勝敗也是他們在未來人生經驗中 相當寶貴的一個經驗 盧錦杯羽球賽選在全台最大的羽球冠軍 不僅是比賽及場地 還邀請國內最高水準的裁判 賽事規格媲美全中運 參賽選手表示加入附近就來參加 希望每年都能舉辦 家長也表示小朋友透過羽球運動成長很多 希望未來可以擴增到國小主演的參加 滿好的 大家都可以參加 你是希望他每年都失敗 應該可以吧 有增加滿多的 就是遇到失敗的時候 他知道怎麼去做一些心態上的處理 我覺得這對小朋友來說是非常有幫助 很好啊 如果在家國小的話會更好 我家還有一個國小的 陸主分局長也提醒青少年 現在詐騙陷阱很多 一定要記得天下沒有白癡的午餐 時時提高警覺 並且遠離毒品犯罪危害 同事正當休閒活動 避免出入不正當場所 遠離犯罪 那在暑假期間 我們青少年在打工的時候 有時候要注意 有些不孝分子 會要求青少年把身份證 存責等這些東西來提供 那在此要呼籲青少年 沒有不勞而獲的這個工作 那在打工的時候 一定要慎選 這個有品牌的這個廠家 那如果有任何問題的話 也可以向165 或是向我們陸主警察分局 來做一個詢問 陸景北羽球賽吸引超過 400位青少年參賽 競爭激烈 第一名有3000元獎金 第二名2000元 第三名則是1000元 每個人都有一面獎牌 陸主分局呼籲暑假期間 青少年應該勇於拒絕犯罪 遠離毒品 保護自己 度過愉快的暑假 就是了唯一唯一台不到